医生署长杨志良昨天向他口头请辞 表达愿意为开放美国牛肉引发的风波下台负责 但是吴敦宜认为杨志良没有犯错 所以希望他留下来 而杨志良今天下午继续到立法院备巡 面对立委对牛肉安全性的质疑 杨志良说只要国内出现一起狂牛症病例 政府就会马上停止进口美国牛肉 他还说一旦有民众吃美国牛肉吃出了问题 不但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卫生署还会协助向美国酬偿 连日来大幅放宽美牛进口政策 引擎各节踏罚 马总统甚至点迷卫生署长杨志良要负责 28号上午杨志良立即前往行政院校院长吴敦义口头请辞 但当场被委留 他昨天上午来跟我口头表示 他愿意来负起责任职 我说你表现得很好你干嘛要辞职 没有错的呀 他没有犯什么错 我个人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嘛 那一点都不是重点 吴敦义表态未留 只是美国带骨牛肉牛内脏就要解禁扣官 国内级声浪高涨 杨志良29号到立法院备询时向立委承诺 政府部门一定会对进口美牛严加把关 他说只要国内有一起狂牛症病例 马上禁止进口 署长的立场你是要怎么做 有狂牛症的人发生以后 这个根据我们自己的食品卫生安全的法规 就可以立即宣布停止进口 在入关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入关的法定的时间 我们可以把它拖到最后一天 这是不合法的 对 我们可以啊 竹箱来查验 杨志良斩钉截铁的承诺 获得多位立委肯定 也反对杨志良请辞 反而希望他戴罪立功 负起把关的责任 杨志良虽然强调 吃美国牛肉的狂牛症的几率 趋近于林救世林 对立委提案修改 卫生食品管理法 也表示支持 杨志良也说 就算是和美国签的合约 也无法凌驾国内法 你遵守立法案最新通过的法律 以新法胜就法 就可以超越美国跟美国的定的协定 我们就可以完全遵照 可不可以 可以 立法院通过的法案 公司当然要遵从啊 杨志良说 一旦民众吃美国牛肉吃出问题 不只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卫生署也可以协助跨海向美国求偿 未来美国牛肉进口后 一星期内会公布进口商名单 以及公布后续牛肉的楼像 尽到罢官的责任 记得理小朋友组 Table的